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4.6版成就攻略合集 P6成就 未照的封印咒妇 P7成就 金副装的3 P8成就 即位 P10成就 请转告王城的公民 P11成就 根本没长码 家墙上的奥德赛 元神4.6某导书相关3个隐藏成就 无知所问 辱为人乎 为书所爱之人和漂泊的异乡人 核对 任务必得7个加大世界探索13 现在我们在 安吉库旧港上方这一只要提笔点 无所没开的小伙伴 你从这一只啊 然后游到这 这一只位置 然后游进来就行 好 之后到提笔点 把试炼转到我们东方下 好 开始吧 我们先坐来 然后在这有一个 水床圣门 来我们上来 这是一个 追仙灵的成就 然后头顶 来 拨一下 哦 要敲响 这个 没记住 好 然后我们跟着先领走 把它送回去 就中途宝箱你可以不拆 我们只需要解锁地图封印 然后就能拿到成就了 好 地图送回去之后 把视线 转到我们的信仰方向 小地图的左下角 来 来 即便 这里需要打两个 几个 守卫 小伙伴们换阵容 往哪里捡一道 好的 打完怪之后 我们继续待在这里先领走 哦 对了 小伙伴们 换一中箭手出来 大家要用到 或者 你有钟离 或者纳维�莱特也行 对了 然后把它送回去 在这边会生成一个水传送门 然后再摸一下 然后继续站着它走 它得送回去 这个送回去之后 再把视线转到我们东南方向 小地图的右下角 来 在那边 最后一直先领 这里的话 它被几座 风史莱姆困住了 所以我们需要解救一下它 后的脚 来 呀 嗯 的 呢 难怪 难怪 呀 來後期把這段剪掉一下 然後我們來坐上帝水皇 就是解救完之後 一樣的把他送回去等他過來 好的 結束完成就能拿到這個成就了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過場動畫 首先傳送到佩特利可真右側上方這邊的傳送點 出來之後右轉 進去之後左轉 右轉 出門就可以看到有一本又隱又現的書 我們這裡切換成演奏技能把它收掉 短按就行不要長按 然後我們把這書拿了 得到第一個成就 然後左轉 一直向前走 這裡走下去 這前面可以看到一本書 還有一個書櫃 我們這裡首先把這個書本放進書櫃裡面 然後長按可以進去裡面 裡面有一個寶箱 還有一個繩筒 這裡可以撿一下也可以不撿 記者打給他 拿完之後我們出門 把外面的書本也收了 拿完書之後向後轉身 對走回去 前面右轉 繼續右轉 走上去 走到最頂端 走上來之後 這裡有一個書櫃 我們把書放進去 裡面有一個正手寶箱 拿完寶箱之後 我們打開地圖 傳送到右側這邊的傳送點 直播走出來之後 往下方跳 然後往地圖的左側這邊走過去 在水池邊這裡有一本書 我們把它拿到 抵頭 拿完之後右轉 往這邊的DLT走上去 進門之後右轉 這裡有一個書櫃 我們把書放進去 裡面同樣也是有寶箱的 拿完寶箱之後向前走 我們跳到對面 我們跳到對面 這裡有一本書我們拿一下 之後我們打開地圖 傳送到左側這邊的傳送點 去封單影然後向前走一星林 你一定要和他們做好朋友 也不要傷害他們 來到前方這個位置 有個岔路的這裡 我們左轉 這裡有一個書櫃 我們把書放進去 同樣裡面有寶箱的 然後寶箱之後出門 左轉 前面右轉 來到這個位置可以看到一些光標 我們跟著光標走 前面有一個寶箱 左側這邊有一本書 我們拿完寶箱之後 就不會跳到對面 是嗎? 至少打開他那一瞬的期待 是不錯的興趣 然後把這個書本拿到 之後打開地圖 傳送到右側這邊的傳送點 出來之後向後轉身 往後變這條路走 前面左轉 然後進門 進去之後 只有一條路的 一直走到 的最後裡面 這裡進房間之後 在前方就可以看到有一本書 我們拿一下 之後左轉 可以看到一個書櫃 這個書櫃裡面有兩個寶箱 還有一把5系的胚紙 拿完之後 我們出門向前直走 走上樓梯右轉 左側這邊有一個櫃子 這裡把書放進去之後 這裡的寶箱一定要拿的 前面的寶箱可以不拿這裡的寶箱一定要拿 因為關乎後被揚另外一個成就的 我們走進去把寶箱拿了 要出門前 左轉 右轉 前面右轉 沿著這個邊邊一直走 在左側這邊有一個櫃子 右側這邊有一本書 我們把這本書拿一下 拿完書本之後 我們進入這個位置 首先把書放進去 然後裡面還是有一個寶箱的 接著打回它 掃完寶箱之後 我們出門 是不錯的心虛 向前直走 這裡跳下去 前面右轉 打一下這個激光 然後這裡我們坐天踢上去 記得不要掉下去 這裡來到中間會有另外一個冰塊 跟我們對接的 我們一定要走到另外一個冰塊那裡去 不然的話會掉下去的 這裡來到頂層之後 會出現一條路 我們走到對面 把這個機關打一下 把這個機關打一下 然後出現一個傳送帶 我們進去 會來到最後一個書櫃 還有最後一本書這個位置 我們把書拿一下 把它放進櫃子 就可以解鎖第二個成就 還有裡面有一個寶箱 我們一定要拿這個四關 屋第三個成就者 偶遇 拿完寶箱之後 我們出門 通演 然後跳到最底下 在這個位置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書櫃 我們這裡先查看一下 在查看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有一個 拼合的選項 我們這裡拼合 把剛才的兩個物品放進去 之後我們打開地圖 傳送到這個 佩特利可鎮 右側這邊的傳送點 向前左 來到這個NPC這裡 叫做 塔野福二 我們跟他對話 如果你沒有這個NPC的話 就是你4.0版本的 開圖任務沒有做完 好 跟他對話完畢之後 我們繼續再對話一次 然後這裡把這個曲譜交給他 就可以得到最後一個成就了 這批我們來核對一下 探索成就 以及這個任務必得成就 這邊探索成就 新增13個 追仙林找寶箱 還有做挑戰 以及完成主線任務 然後是這邊的這個任務必得成就 一共是新增了7個 其中4個是主線裡的 然後另外的3個分別是不同的任務 小伙伴們拿不到的話 應該是第一天的這兩個任務還沒刷新 小伙伴們在剛往4.6地組之後 應該還有3個時間任務沒法完成 這個遲來的追箱 需要我們做完4.6拆圖主線 斜律上的永燙師 等到限時間第二天才能接到 這個任務做完之後 能拿到成就創造的追途 然後是這個 他的生命在那邊 需要我們完成虛迷的時間任務 加爾洽藏者是非因贈禮 這是一個每日接後續的世界任務 有點複雜 然後再加上小伙伴們 王城4.6拆圖主線斜律上的永燙師 之後第二天才能接到 兩個世界任務的接取地點分別是 這裡風當亭一樓 這個對應他的生命在那邊 另外一個是新開地圖 七天神像旁邊 這個佩特利闊鎮 任務是遲來的歸途 把這兩個任務做完之後 才會在限時間第二天接到 這個超越十通之通響 它對應到我們的成就 在那夢中之虛 4.6一共新增38隻成就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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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再見